好了,跟着就是Benny,戴耀廷 我记得我参加了十八专团的一个讲座 同场就是Benny 介绍看一本书叫做《大为打败哥利亚》 我听得很入神,听完之后看了一本书 就命运找上门了 这个命运找上门就是 真是创造了几个不可能 第一个不可能就是我当时参选 立法会功能组别六八九的票仓 大家应该知道六八九就是资深责乡司 而且呢,建策官员界 在我当选之前是从来都是建制派的票仓 没有民主派赢过的 个个都说没可能赢了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创造不可能 那这件事非常少可 大家不要想着说,那你只是靠执手 据苹果报道就是这样的 就是小明呢,就想着呢 帮建制派拿2000票什么都够了 就赢硬了 谁知道呢,我竟然赢了2400多票呢 就击去了小明陰点的建制派呢 搞到他呢,是被习弟大卖一餐 那这个故事呢,就报纸讲了 那,所以为什么要针对我呢 为什么要DQ我呢 就是因为小明和六八九怀恨在心 那,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呢 那明天几一票 就别具意义了 那这个意义就是 小明 又是被我们击败 所以,我们就是要明天拿回这个意义 那第二个创造不可能呢 大家应该都记得了 我想呢,PG7可以跟我一起分享 我们在上一次特首选委选举 我们民主三百家 个个都说,哇,行不行的 不单止搞定三百家 还要是全名单大胜 横数千冠 那这个创造不可能给点掌声 给点掌声专团 给点掌声PG7 那两个不可能呢 就进入第三个不可能 周庭被无理取消参选权 其实当时呢,说我进不了集呢 反而声音最大的 政协都出了声 但是呢,靠着市民出来集会 是支持我们 因为力抗DQ 所以终于在29号 是不够敢给我们入集 又创造一次 是由不可能变成可能 好了,那么 最难过最重要最艰难的 就是明天 所以明天要跟大家讲就是 能不能够创造最重要的可能 就是在明天3月11日 好,请大家传后我们文字派四直全赢 好 好 反DQ 反DQ 康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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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北京政权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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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打气的人呢 你都可以有份 跟着那一集看你这样就有份 我就很想 最年轻的民主运动参与者 年轻一代的 直播朗本春为周庭 好,时间交给你们 好 Hello,各位市民大家好 好 好 好,我想问这里有没有 港岛区的宣民啊 有举一举手 咦,我不是 大家有没有收到电邮啊 有 有没有看到电邮 不过可能呢 传了过去都是看不到 因为它自动归类在垃圾电邮上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电脑的系统自己是归类了垃圾电邮 那我特别关注港岛选情 那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席位就是由于DQ了我 DQ了5万多个港岛选民 在两年前做的选择 而有的一个补选来的 所以我特别关注港岛选情 都一直有帮欧乐天去助选 我其实真的很年轻 也都只是参加过一次的选举 但是去到今天 这次选举 他的确是令我非常之失望 失望不是缘于 很少人支持民主派 不是缘于 选举气氛很淡静 而是缘于 我其实 是会因为这个对手的行为 和态度 而感到非常之失望 两年之前参与过一个竞争 比今次选举更加激烈 更加多不同党派 比新闻党更加左 更加保皇家建制的 都有 但是都没有见过今次选举 这么多的抹黑 这么多的无理攻击 甚至是大家收到个选举电邮 竟然不是一个候选人 是去港子的政纲 争取市民支持 而是指出 歐乐軒的七宗罪 连各位之后会见到的那张格子子 就是会被选民写 会被选民看到候选人政纲的那个格子子 他都只不过是说 有八个男女去支持他 政纲都没有写 所以他其实是在打一场 完全不讲自己政纲 完全不讲自己理念 只是懂得去攻击和抹黑 歐乐軒的一场选举 新闻党在他自己网上的简介 就说自己是 争取中产票员 争取公务员 争取公务员 争取专业人士 但是我们见到整个选举 其实是一个五毛级数的选举 很多不同的抹黑共击 即使阿乐軒多次澄清 但是都依然出现 所以到现在 我是觉得非常失望 因为我们面对着的 已经不是政见门户之别 而是一个超越了政治 门户之别的一个 道德的底线问题 我们面对着这些攻击 当然 我们是要站稳自己的阵具 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我们不会因为他的抹黑攻击 而去和他一起玩泥漿摔割 不会 发的电邮 不会说他有多小 不会说他有什么问题 我们只是说我们自己的原则和立场 我们就是坚持我们的核心价值 坚持民主 坚持捍卫我们自己的人权 好 好 好 所以希望各位 今次真是要做你的选择 支持民主派 捍卫我们的核心价值 在港岛 记得要投阿乐宪 九西要投姚重研 新东要投范国伟 建策桂园 投司马民 民主派四直全赢 好 大家好 我是周庭 加油 加油 周庭 加油 今天这个三个人的组合 当然是一个年轻人的组合 亦是一个香港众志的组合 但还有一件事 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记得我们上次上电台节目的时候 就被电台节目的主持人 说我们是过去 现在 和将来 那时候我刚刚被DQ 因为这个就是过去被DQ 现在被DQ 和将来被DQ的组合 在这几个月 尤其是在我被DQ之后 其实有很多声音都说 不想在今次的选择里面投票 他们不想投票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支持的候选人 而不是因为他们不支持民主 又不支持建制 而是因为他们很关心政治 而他觉得议会 已经是一个很难打的一个战场 他觉得中共 既然对于香港的残食 侵食 是越来越多 未来议会 只是越来越 会变成一个 橡皮图章 根本不会发挥到 什么作用 所以他很想放弃这场选举 他很想放弃他手上的一张选票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不想再投票了 或者我投白票就算了 坦白说 不论是我 或者我相信 其实在这里参与这个集会 各位 其实我们都很能够理解这种想法 的确 当中共的政权 当香港的政府 不断用法律 作为一个政治工具 作为一个党战牌 去打压不同意见者的声音 不同意见者的政治权利的时候 究竟议会 我们再去参选 我们再去送民主派的代理事进入议会 究竟意义在哪里呢 但是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民主运动是一场很艰难 也是一场很大的运动 在民主运动里面 议会固然是其中一环 但是还有很多的方面 包括公民社会 街头的行动等等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 可能未做得很足够的地方 为什么今次要投票 为什么投票这么重要 就是因为议会 不单是代表一个议席 不单是代表一个民主派 它的人能够坐在议员那张椅子 向官员去发问 也是代表我们能够有更加多的资源 去支援公民社会的运作 去支援不同地区组织的 去支援很多政策研究的工作等等 多些的民主派进入议会 也是代表议会里面 有更加强的反抗意志 固然在现在的议会里面 可能在很多 尤其是审批很多的不公议案 可能要数票 我们都未必够建制派多票 但是更加多是民主派进入议会 就是代表更加强大更加坚重的反抗意志 议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角力场 其实它和香港的政治形势 政治氛围都会互相影响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市民 其实你这一票不单止是送一两个民主派进入议会 你这一票也都是代表你所坚持的价值 代表你不屈服这个强权底下 代表你仍然坚持香港人应该有民主 应该有自由 应该有人权 应该有真正的法治 是不是 所以即使有很多声音说 不想投票了 但是我都在这里 是肯请各位市民 是在明天 是记得要出来投票 希望大家是不要放弃 好 3月11日有两场的选举 或者有两场的投票 一场是在香港 因为北京洗横手抢议席 而DQ议员所衍生出来 给香港人一次投票的机会 另一场3月11日都有的投票 就是在北京的人大 他们要取消 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所作的一个投票 3月11日 香港人 我们可贵 或者我们依然独特的地方 就是我们面对着北京 他们有一个闭门 黑商去取消任期限制 为习近平称王称帝 去铺路的一个黑商投票的时候 3月11日 香港人依然有一个投票的机会 去展示出我们对民主的坚持 去显示出我们对价值有一种的执着 3月11日 我们面对着地区直选 建制派保皇党的候选人 对于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为习近平称帝铺路 他们全面拥护 全面靠拢 民主派的候选人 有清晰的立场 我们展现出对北京批判的态度 我们展现出对这个威权不屈服的坚持 我在这里呼吁你 在3月11日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 当北京人大有一个闭门的投票 是展示出中国进一步步向威权 香港人更加要出来投票 我们现在的票不仅是要赢4个DQ的议席 更加是要代表着 我们香港人要向北京取消任期限制 为习近平称王称帝说不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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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多谢 多谢志峰 多谢周庭 多谢罗冠聪 好了 最后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找到我们四位候选人出来 好 没错 就有司马文 歐乐宪 范国威 和邀聪彥 有请 你们和我自己合照 不如和自己合照 大家说 为什么这么恶 这个福尚 大家认回自己的嘴巴 好 给大家拍一张 别遮住自己的嘴巴 是吧 就这样拍一张 拍完四个又拍一张 对了 对了 你们都是够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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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张之后 你们四个都可以合体了 好 对了 对了 好 大家走前一点 又离开那个dark side 对了 接着就黏了 好了 我们一起 好吗 好 抗拒人质 抗拒人质 票投民主 抗拒人质 票投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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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直全赢 四直全赢 抗拒人质 抗拒人质 票投民主 四直全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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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民 西马民 欧留圈 欧留圈 帮国威 當選 范國威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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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重嚴 當選 當選 要重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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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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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拒人質 抗拒人質 四席全贏 四席全贏 票投民主 票投民主 四席全贏 四席全贏 好 成為加油 好 繼續留步 接下來我們請 分組請今天出席的嘉賓 和四位候選人合照 首四個來請 第一組 民主派的前輩 認前輩那些 記得加油 前輩 我們有很多前輩在 我們今天有嘉賓 傑哥 另外 曾經發言的 姬哥 還有姬哥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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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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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號 抗拒人質 票投民主 四席全贏 加油 好 接著 立法會已經繼續加入更多的朋友 接著就有請一群現任議員的朋友 是 立法會議員 我們那些比較晚一點 好 年輕的站在這裏 我們一會兒年輕到最後的 年輕的站在這裏很急 一會兒做那些年輕的 你不用扮年輕的 哈哈哈哈 有些要躺下的 有些要躺下的 我們這裏有地標 林卓廷議員 林卓廷議員可以 是 放開眼睛 是 放開眼睛 對 放開眼睛 好 接著 好 先拍著一批 好了 我就有號了 好 反專權 反專權 抗拒人質 票投民主 四席全贏 好 接著繼續加進去 18專團 不是 23專團 18加5專團 現在是23了 是的 可以更年輕的分析 是的 不如 不如叫學者 專團學者一起出來 我們歡迎 其實學者都是專團的 對 學者都是專團 是的 是的 還有幾位年輕人 年輕人 那我也要出去的 沒錯 我也是年輕人 我又出去 這些人一邊 我放在這裏不會看的 不是 看不到的 是的 小禮 小禮 好了 專團 學者 好 吃飯可以 是的 不要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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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亂計 我亂計 好 那我們繼續加進去 年輕一代 是的 已經在前面了 是的 好 年輕一代前面了嗎 年輕一代 再前面也可以 打 坐 坐在這裏 坐在這裏 盤失錯 你乖 盤...盤腳 你坐在這裏 打壯 好 抗拒人質 抗拒人質 飆頭民主 抗拒人質 飆頭民主 四直全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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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民主們 加油啊民主們 好 民主大勝 四直全贏 四直全贏 民主大勝 四直全贏 好 加油